报行街景,今天是2022年9月11日星期日,时间是下午3点23分,我们在这个左灯的文次街这边行下,而这条就是文蔚街,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 后面这条就是文蔚街,看到文蔚街的垃圾收拓站就是那里,我们后面慢慢移过去文蔚街另一边,我们沿着文苑街走下, 走下的文蔚街里面是怎样的,因为始终文蔚街也太长了,一集太长了,所以我分了两集来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文蔚街的位置现在是怎样的。 走这一节其实呢,感觉都很冷清的,很多店都没有开,因为整车的店都没有开的。 看到了,有一两间都是朝租的。 你日后走,你日后走呢,都感觉到好像很阴沉一样。 我想如果在晚上走,就会更加阴心一些。 也有点有点不明。 看見了老趙越南餐廳 吃越南餐廳也很出名 大家看看老趙越南餐廳 我們看看餐廳如何 這段時間我都沒有來這裡吃過東西了 這一邊緊回去這個道前街那邊 其實已經是旺了一些 但其實你看下去 都會有很多店舖沒有開的 我來的時間不是很適合呢 感覺都很冷清 到底在誰呢 沒有很多店舖也是很平安 也不會有很多店舖 聊天在右邊 坐前面 我們等到這邊 不吃飯 我想說你還要不要買 花多拿,麵包已經很出名了 兩點到三點去拿,每人限位四個包袋包 真厲害 我看一看一看 五個,六個,六個油盒 五個,五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那個? 這一個,五個 好,踏下去吧,我们这时候到全街了 文英街在这儿了 那我们又去文英街,这儿走一下,又接着吧 对了,左吨正宗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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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口布兰,左吨正宗拉圆 现在是午饭和晚饭中间的时间 所以这里的人流比较少 有点感觉 看文城街 走下去 看文城街 都比较正 照理 越南 越南 市值 kontrol 奖 周园 共处 看到了,很多店铺都没有开放 今次行云市家的音乐就真的逆之冷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不适合的问题 一至五摺,看到他们才会有人 回到文昌街为主 看看文英街的情景 好,我们走出去,到道船街的方向 这里有一间咖啡店 大家一定送你去那些咖啡店 哎呀 oui 可以 可以 好 有 不 相當相當冷清的街道 可能其實好像廣東道那樣 那些五金埔禮拜前會關閉門 希望將來有一次可以再走一再走一次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冷清的感覺 這裡是一間車級市場 有間飯店也有開門 但是看進去只有一台客人 可能現在下午晚上會多一些人會 有間房間有一個人會在那裡 要進去? 想進去搬吧 對,吃吧 有煙食 又走到船家的方向 是,最後一段了 看看這條是怎樣的街 文匯街了,最後一條 我們走文匯街這條,看看情況如何 是,看到那些火鍋店都還未開 這邊呢,可能不是 旁邊有人搭地 所以這個位置就更多 走路這條街都會寬闊一點 因為,很暗遠 這些不知是甚麼店 現在都拉了窄 又沒有招牌 是,九龍站對面那些 上面的住宅項目 大家來看看 大家來看看 走路下去 看 不會加光硬一點 到時候這裏可以吃骨粥的位置 現在已經撕了 已經撕了一段時間 看到下面的街道很多都沒有開 可以看到 我們走到這裏 我們走到這裏 拍攝民視樓 那些位置的樓的樣子 我們拍攝民視樓 我們拍攝民視樓 我們走出去 看看全景的樣子 對呀 對呀,出面的停車場 慢慢來看看 左登民視樓的樓宇 我們拍攝民視樓 好了,今集就說到這裏 大家對這裏有甚麼意見 或者大家有甚麼地方想我去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如果喜歡這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或者給它一個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